这里是离地面两万里的天空 城中藏着一个不到30平的小岛 岛上有一棵活了不知道多久的树 以及少量的泥土 地面的修仙者为了逃脱寄生虫的追杀而来到这里 他们用资源将小岛扩大了几百倍 然而寄生虫的大部队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室外桃源 他们开始疯狂地朝这里进攻 数量一天比一天多 面对这种绝境 人类最终能否获得胜利呢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带了100天的最新期视频啦 那么在上期视频呢 我们是加入了一个新的枪械模组 并且呢成功制作出来了冲锋枪和卡冰枪 不过看上期视频观众的这个反馈啊 就是大家好像不是特别喜欢我用枪械去攻击寄生虫 觉得这个枪械的伤害啊 跟法术比起来还是稍微低了点 其实我特别爱这个枪械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枪械啊 它能打到法术打不到的敌人 一般这个法术的攻击有效距离啊 大概是20米到30米左右 而这个枪械呢能打到100米以外的敌人 所以说伤害虽然低啊 但是呢它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我也不确定啊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讨厌这个枪械模组 所以在这边呢再发起一个投票 如果以后你们希望我继续用这个枪械啊 去攻击寄生虫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区扣个1 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以后用枪械来 作为主要武器攻击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区扣个2 好吧 今天这一视频呢 也就是点赞到15000啊 怎么就火速更新下一期 各位兄弟们点慢点啊 求求你们了 哦对了 在这个开头啊 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咱们这个系列呢 大概还有两三期啊 就完结了 那这个系列拍完之后呢 下一个系列大家想看什么呢 可以把你们最想看的系列啊 打到这个弹幕区或者评论区 让我来看看哪几个系列的这个投票最多 然后我再来进行选择 兄弟们 咱们不能待到这个妖兽界啊 这样对我们的进度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啊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去一下地狱吧 就算是雪月咱们现在也有一战之力了 我觉得不怂不能慌 哎呦对不起打乱了 我吹牛逼 我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卡起来了 没事我们来在旁边 我们写了 我刚才被格子砍没写了 好恐怖 我靠这主世界这都是啥呀 这个蜘蛛丝怎么都是绿的 绿毛蜘蛛丝 小奇刚被秒杀了 就死了 小奇跑我前面来了 打不了打不了 我们直接去地狱吧兄弟们 这边好多绿宝石啊 矿石什么的 难怪小奇之前在这里挖了那么多铁钉 那是九尾 哦是九尾 对不起 九尾今天发烧了 没来成 九尾现实中计了 我找他羊了 谢罪 那不至于 那不至于 就是正常的发烧 兄弟们多挖点这个灵魂纱回去啊 今天我有这个大用处啊 等会告诉你们有什么作用 哎 幸运方块 哎呦 这幸运方块怎么释放出了好几只兔子 哎呀这个兔子怎么跳眼浆里了 不理智了 可怜的小兔子 你好坏 你知道吗我家里养兔子的 我家里兔子听到的 要不跟我亲了 下机 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兔子 我没看见 好家伙他没掉 对于兔子来说这是恐怖片 好挖了一点点黎红纱 也就1452块啊 勉强够用 啊天亮了 真不错真不错 哎好卡 确实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僵尸 好这些怪怎么回事 杀掉了 怎么就站着都不动了 他们已经是卡了 有的怪是已经被我杀了 然后他们影子还活着 很奇怪 哪他都 哦这些家伙都是活着的 哎呦 那这次干 这怪干掉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全都站着不动 不打他们 他们就站在那里不动 哎呦 荒魔兽 你看这家里造成什么样了 哎呀 加盟口子这个 被吸住了 完蛋 我被打飞了 我这是飞了多远啊 我靠 我飞了几万米好像 有这么离谱吗 啊 XYZ轴 这是79万格吗 这么离谱吗 我也觉得应该没这么离谱 但是反复确认 好像就是这个高度啊 哦不这 是97万格 57万格 他有这力气 为什么不一全能把你打死 是的 这是离谱 掉不下去了 我还是TP吧 哎呦 我来了 老幻梦 这里掉了一个毒费 这个毒费的话 我现在已经收集好多个了啊 收集够16个毒费 我们就可以造那个感染的核心了 哎 很好掉 从这个怪上就可以 哎 这里又有一个毒费 好多毒费 满地都是毒费 我趁着这个时候 我渡个劫吧 打开我的鼠标连点器 哎加油渡 哎 你的功德值已经满了 功德值 对 满的 哦 真先出界 可以无限飞了 我看看 哦 是可以飞了 是可以飞了 赶紧开个鼠标连点器 我这个可是绝招啊 你要是再度不过去 那我是真的没话说了 黄批 哦 哦 哎呦 到底有多少道雷呢 我都没看 我把20多道雷 将你30道 成败再次一局 怎么还有寄生层过来捣乱呢 远程辅助我啊 兄弟们 我靠 哎 哥 哥们你太过分了 老汉梦 你远距离用法术支援一下 好好清空一下 周围20米的这个寄生层 下机 好了 我都忘了放巨化了 如果变成巨人的话 想必渡截会更简单一点 啊 这剑怎么死的 我在天上 莫名其万又死了 好一个莫名其万又死了 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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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慌好慌 卧槽 哦 完了完了完了老汉梦 多半是渡不过去 哎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哎呀老汉梦今天你也有机会渡了 牛逼牛逼 最后的那些雷 劈的话 劈到大概200滴血 也不算太疼啊 也就一下子劈掉我90%的血吧 哎呀太痛了 啊 这剑死了 这剑就这么寄了 没办法我下不去 我下不去 太高了 他这个 确实你要你要是在我没渡劫的时候死 我还能TP你一下 我这个正渡着劫呢 手都不能停 哎 我不忘了我可以飞哎 我是可以飞的 这就是真仙境嘛 恐怖如死 这感觉太大劲了 哎 就就你们会飞是吧 小老弟 保存一下我的修为 无敌了 好吧 以后我就无敌了 怪家底下的怪也太多了 既然咱都能飞了 那只不怕 一元力求体 扔 往底下甩就完事了 占领了这个 滞空点啊 就不怕这些家伙了 毕竟大部分的怪还是不能飞的 这些怪是真的很爱跟我玩近战 想把我拉过去 那我就跟你们玩 让你们看看 哎呦我个 吓我一跳 真仙 巨人版 我靠 这怪打人这么疼啊 可以啊 适应独星兽 你们一定要 躲着这家伙走啊 这家伙是目前对咱们威胁最大的一只怪 一秒钟就能打掉50滴血 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是看他心情 有些时候他要是一直攻击你的话 可能两秒就没了 如果他攻击一秒就停了 那你只能说运气好 我就是这个运气好的 没死 这家伙好强啊 这怪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 是用增邪兽 这是魔化版的 放下了好久没有放的这个暴血 还是暴血比较给力 怎么全死一个昆 在天上飞 以为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哎呀 免疫我伤害呢 死去吧 这怪多的根本没时间干活 我跟你说一个东西啊 黄梦 我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啊 它叫诱饵 这个诱饵呢 只要一些怪身上掉的材料 配上一些石头就能做 而这个诱饵呢 它是可以降低这个感染值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感染值是6万对吧 是8级难度 你要用一些这些压缩的什么诱饵啊 可以直接让它退回到7级 甚至6级 甚至更低 也就是说这样子可以去抑制一下这些怪 像这个什么病态的心脏 也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我来看一下咱们家里应该有很多这个病态 哎 正好这里有两个 是那个缠弱的那个诱饵是吗 对 你可以做缠弱的诱饵 也可以做压缩的诱饵 诱饵这个等级越高呢 它降的这个感染值就越多 我来试一下这个缠弱的诱饵 放下来之后按下右键 它也太少了 毒废 这个毒废本来是我们用来做那个感染核心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感觉还是做这个诱饵更重要一些 我先做上个6个诱饵 我试一下能降低多少 搞一搞试试啊 如果能把它降到7级的话 这个它可以直接降低5000点啊 哎 再来一个 这么猛 这确实是猛啊 哎呦 三万五 两万五 一万五 四级 哇 它太酷了 这个这个太牛逼了 你要呸 你要呸 我想了一个可以创刀可以钥匙的方法 我把地狱门破坏了 你再从你进来 哦 刷地狱门 把里面的地狱门给拆了 然后外面再进去里面会刷新一个新的地狱门 哦 进来吧 进来试试 那我不进去了 你就你就留在地狱吧 呵呵呵 你他妈 呵呵呵 不是现在晚上了小鸡 晚上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相比起这个8级难度 这4级难度简直就是小儿科 这简直就是度假的 哎呀 转一趟回去躺床上睡的都更香了 哎怎么变成三级了谁搞的 啊我放了个稳定 你妈你还往下降呢 这技能筹直接彻底被消灭了是吧 呵呵 不降了不降了 你不能再降了 你再降这些技能筹发展不起来了 直接世界进化 世界进化就是得打最终之战 最终之战是真的彻彻底底消灭技能筹 所以说我们得让他们发育起来 然后收集够材料 然后把他们彻底干掉 哎你要是杜劫 就趁着这个三级的难度杜劫 哎呀开了个巨化 我进不去门了 哎呀 个儿太大了啊 小吉现在有多少个钥匙呢 给我分点呗 才58个 才58个 才好一个才58个 来给我分点吧小吉 来来来来 我应该快收了神通下来吧 啊快收了神通 哦好好好 真是成神通了 会飞的修仙者 就是高贵啊 哇 这真的是三级难度吗 三级难度 哎等会谁又降了 我记得刚刚不还是3000吗 怎么变成1000了 哎你们都离我远点 我要准备 我要突破了 你要突破了 你加油 你突吧 坐等幻梦被批死 我还是死到了 哎不至于吧 还好还好还好 比我还少一点 那个感觉 哎把这些载种都弹出去 用一下幻梦给我的八级一活 一把火拳 给你们养了 嘿嘿 哎怎么又降了 啊 怎么 确实啊 怎么这样的 现在 这些转发了 我还没有 你怎么会 不过 你怎么会 那是 那是 我还没有 这个转发了 我还没有 一转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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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